兔年已经进入倒数了 今天做了几个超萌可爱的兔兔包子 不要以为这只是简单的馒头 里面可是奶香浓郁又柔软香甜的奶黄馅哦 这样呆萌可爱看着就很治愈的造型 无论是小龄儿童大龄儿童还是老龄儿童都会很喜欢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咪宝宫培房 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里分享烘培美食的最新制作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美食喜欢烘培 可以按下面红色的订阅按钮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发布的最新视频了 感谢你们的支持 首先来记转白黄馅 三个鸡蛋打散 再加入40克细砂糖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几滴的香草精去下淡腥味 没有的可以不加 牛奶100克 搅拌均匀 因为我用的是低脂牛奶 所以再加入20克奶粉增加一下奶香味 再搅拌均匀 然后就加入低筋面粉40克 搅拌至无干粉的状态 然后把所有的材料过筛 直接过入不粘锅就可以了 过筛之后的蛋糊是非常顺滑的 放入一块40克的黄油 开小火 不停的翻炒 直到蛋糊变得凝固 爆团 还不粘胶铲 这样奶黄线就做好咯 做好的奶黄线用保鲜膜贴着表面包裹好 放入冰箱冷藏过夜 冷藏过的奶黄线分成20克一份 等下包包子的时候就可以用咯 现在来制作面团了 低筋面粉300克 用中筋面粉也可以的 牛奶100克 另外用50克的牛奶把3克的酵母化开 打入一个蛋白 再放入40克的细砂糖 和20克的猪油 然后把所有的材料揉成面团 揉成团后 就盖上保鲜膜松弛20分钟 松弛过后的面团 会变得非常的油软光滑 先分割出一块240克的面团 然后放入一滴红色的食用色素 我这个是红丝溶液 把它充分的搓揉均匀 变成这样一块颜色漂亮的粉色面团 然后就盖上丝布 松弛20分钟 面团松弛好后 把红色的面团 分出8个20克的和8个10克的小面团 把它们揉成小圆球状 然后把白色的面团也分成8份 大约35克一份 分割好后 就把它们揉成小圆球 再用擀面杖擀肠 擀肠后 从上往下卷起来 收骨槽上 再擀肠 擀肠后 再从上往下卷起来 然后再往里收 收成一个小圆球 松弛了15分钟 就取出第一个小面团 用擀面杖擀成圆形的面片 再擀成旁边薄中间厚的面皮 然后就包上来黄线 把收口收好 这样一个包子胚就做好咯 取出一个10克的红色面团 把它们分成两份 再用手搓成水笛的形状 放在油纸上 这是兔子的两只耳朵 然后把包子胚放在耳朵的上面 取出一个20克的红色面团 把它擀成长方形 然后就卷成长条的形状 再用手搓成大约20厘米的长条 面条的长度可以围着包子的一圈就可以了 在收口沾一些水可以更好的粘合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包子就是兔子的脸 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把它做成圆脸 方脸 长脸 做成三角形的脸也可以的 这种奶黄线的包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包法了 没有讲究 只要把收口收紧就好了 兔子的两只耳朵我建议可以再搓长一点 因为发酵以后它会变胖也变短了 这里要沾一些水 可以和包子更好的粘合起来 兔子的微薄不可以过长 刚好要到包子的一圈就可以了 这款兔兔包子最适合和孩子一起来做的 就像捏橡皮泥一样容易上手又做得开心 非常好玩的 做好后就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子两倍大 发酵好了水开上锅 中大火蒸10分钟 时间到了要焖5分钟才可以开盖哦 哇 白白胖胖的包子真好咯 看看非常的松软 是不是还缺了点什么 对了 用尖刀在包子上切开几个小口 就这样浅浅的割开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塞进去一颗葡萄干 这样兔子的眼睛和嘴巴都有咯 看看有哪个小孩子会不喜欢它 兔兔包子非常的松软 真的有点舍不得拾开它 你看看奶香浓郁 包子的组织非常绵密 好看又好吃的兔兔包子就做好了 年很快就到了 在这里祝小孩子前途无量 祝大孩子扬眉吐气 大展宏图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